房屋部矫正署的城镇中学现在传出了霸凌事件 有一名16岁的少年进入学校一个多月跟老师打小报告 结果害得另外两名少年受罚 这两个少年很不满 招来其他室友一共11个人在寝室内霸凌受害少年 不但撬开他的指甲还有原子笔戳 就像是满清十大酷刑一般 一届指出这种疼痛指数高达了十分 位居第一 16岁黄姓少年才刚进城镇中学接手感化教育一个月 因为有皮肤病被同学室友排挤 竟然还被霸凌 室友敲开他的脚趾夹 就像是满清十大酷刑 这一名黄姓少年日前跟老师打小报告 害陈姓和于姓两名少年受罚 两人心生不满 13号找来其他室友共11人霸凌黄姓少年 在寝室殴打还敲开黄姓少年的脚趾夹用原子笔戳 导致少年脚趾夹肌肉坏死 学校15号才发现少年身上的伤 有一些小冲突 然后有跟班级的老师反应 老师有处理 已经处理过了 后来这个学生又到法院跟法官投诉 所以引起这个同班同行同学的一些不满 拔趾夹的疼痛指数有十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急性疼痛排行榜中位居第一 黄姓少年目前病情稳定 出院后校方会个别辅导保护 至于两名少年将提交少年法庭处置 记者黄志昌新竹报道